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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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福昌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谈谈亚洲议题 首先是叙利亚问题 欧盟要对叙利亚反对派解除武器禁运 这对叙利亚情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而西方国家希望将伊拉克的民主化模式 套用到叙利亚身上 但是伊拉克境内的宗教冲突 还仍然相当严重 这道伊拉克模式真的是用叙利亚吗 待会我们有详细的分析 而柬埔寨是一个 擁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 但是人民为了赚钱 而过度捕捞烂肯烂罚 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迫害 该如何拯救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欧盟 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角色 欧盟相当重视叙利亚内战 因为叙利亚临近欧盟 同时也是欧洲慕尼政策 EMP的对象国家之一 除此之外 严重的人权问题也是欧盟关注的重点 因此欧盟也和其他国家一样 对叙利亚采取制裁措施 基本上欧盟的制裁政策有两个方向 第一禁止提供武器给反对派 第二给予叙利亚政府经济和金融的制裁 从这些制裁政策的内容来看 颇有各打50大版的味道 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和死亡人数的增加 欧盟慢慢的谅解阿塞德的做法 因此转而支持反对派 5月27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 就是这种反对阿塞德支持反对派立场的反应 欧盟27国决定继续对阿塞德政权施行 主经济和金融制裁 但是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禁运将要给予解除 换句话说 欧盟会员国将可以提供武器给叙利亚反对派 欧盟这样的做法 当然是希望能够给阿塞德一点压力 让阿塞德能够知道 欧洲国家是站在反对派这一边 欧洲国家也将是反对派的武力后盾 但是到底欧盟这种新动作 会给阿塞德多少压力 这才是重点 各位可不要忘记了 阿塞德最近也得到 珍珠党和伊朗的武力支持 财政支持 况且阿塞德也相当清楚 反对派有八十几个团体 欧洲国家的武器要怎么给 也是个大问题 对于叙利亚问题 各国最新的讨论内容 除了让阿塞德政府与反抗军 一同坐上谈判桌之外 还有即将到期的武器禁运条约 武器禁运条约是欧盟对叙利亚制裁的一部分 从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后 欧盟陆续更新了制裁内容 其中的武器禁运条约一直备受争议 因为这项条约是希望双方的武力冲突 不要扩大 但是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的国家 大多是欧盟成员国 支持政府军的国家 如俄罗斯与伊朗 都不受欧盟武器禁运的约束 这样的条约恐怕间接影响内战 不过这项条约将在五月底到期 代表反抗军的叙利亚全国联盟发言人表示 希望欧盟各国正式在叙利亚发生的事 我认为只有两三国 有很多国家在反抗军 但我认为国家像法国 和国家可以 承认这种自由观看法 布鲁塞尔会议的最终决定 对叙利亚政府的所有金融及经济制裁 再延长一年 但将在六月一号开始 解除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禁运 对于新的决议 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立场与担忧 奥地利反对部分废除武器禁运 认为欧盟不该选边站 应该要坚持非战的原则 而不是丧失原有的中立与客观 德国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欧盟如果立场太过明确 很可能被叙利亚内战牵制 而让自己卷入叙利亚内战中 而支持废除武器禁运的英国则表示 将遵守八月一号之前 不得运送武器进入叙利亚的原则 而欧盟部分废除武器禁运 可以增加国际谈判的筹码 因为这是清楚的让阿塞德知道 反抗军也能合法拥有他国的武力支援 另一个支持废除武器禁运的国家法国 则表示运送武器进叙利亚的国家 应遵守原则控制武器使用的目的与流向 另外法国也强调欧洲各国应该团结一致 不让内部的分歧遭到他国利用 尤其是接下来的日内瓦会议 虽然部分废除了武器禁运条约 让叙利亚问题增加了谈判的空间 但是运送武器进入叙利亚 也让外界担心战争扩大 而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也一再发生 大马士革郊区距离政府军 与反抗军战场约30公里处 发现空气中弥漫了微量的沙灵毒气 导致约150人送医治疗 这次的攻击事件 政府军与反抗军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 政府军的士兵表示 一开始感觉视力模糊 呼吸困难 而且旁边的人也陆续发生一样的状况 而当地的民众也难逃这波攻击 叙利亚全国联盟发言人表示 大马士革这几天的战事 不但又发生化学武器攻击事件 真正让人担心的是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 已经出现在大马士革的战争中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 已经宣布加入阿塞德阵线 在古塞尔战役后 从边境跑到首都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加入后 战事变得更复杂 但也让外界明确的看到阿塞德的立场 并迫使欧洲表态 预计六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 也因此增添了变数 所以我们认为 欧盟这种提供武器给反对派的做法 对于压制阿塞德的力量应该有限 况且如果政府军和反抗军 都一味的增强武力结构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军备竞赛 而使叙利亚成为中东的火药库 也是个大问题 至于如何安排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制度 许多中东问题专家 在瑞士和谈之前 抢先提出所谓的伊拉克模式 作为未来叙利亚政权分配的参考 基本上伊拉克模式是一种 教派分权的概念 也就是将国家的重要职位 分配给主要的教派族群 借此来平息宗教派系的政治斗争 而伊拉克和叙利亚 今年的三大教派族群 是逊民派穆斯林 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德族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 伊拉克就建立一个教派分权的新制度 什叶派、逊民派和库德族 分别掌握总理、总统和国会议长的大权 但是很讽刺的是 这种教派分权的伊拉克民主模式 却不是一种有效稳定政局的制度 各位想想看 最近伊拉克发生了非常多的爆炸攻击事件 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什叶派和迅尼派间的打杀事件 伊拉克似乎正在走向内战的偏原 因此有人用叙利亚化来形容混乱的伊拉克政局 爆炸现场不断地冒出白肩 现场人群惊慌失措 同一天一连串的汽车炸弹爆炸 全都在首都巴格达周边 而且绝大多数都在什叶派的生活圈 在伊拉克爆炸攻击多如牛毛 这一天又让伊拉克局势失衡的天平又更腿起 伊拉克五月份暴力攻击事件不断 境内的什叶派和迅尼派之间 教派冲突加剧 伊拉克的安全局势恶化 根据统计 四月份的死亡人数 创下2008年来的新高 五月份到26号为止 也已经有将近七百位平民 在攻击和宠徒中死亡 谁是主谋如此草菅人命 伊拉克人天天都在问 2003年伊拉克进入战争状态 2006到2007年暴力事件高峰期 一直都有美国在幕后操控维安 直到2011年底 伊拉克安全掌握在伊拉克人自己的手中 伊拉克是穆斯林国家 大部分都属于什叶派 和少数迅尼派之间 民间教派仇杀不断 在人口稠密区制造大量伤亡 以暴制暴手法 恶性循环 暴力行为很难有终止的一天 伊拉克高层由什叶派 迅尼派和库德族人等 不同宗派共同组成 三大派别分别掌握政府总理 国民议会议长和总统大权 在安全问题不同派别相互指责 国家军队指挥权分散 地方武装更是一盘散沙 尽管恐怖攻击让民怨沸腾 伊拉克政府多投马车 内部就先乱了阵脚 难有作为 每一战争推翻海山政权后 前伊拉克政府的武器 四散在民间 成了极端分子的利器 台达恐怖组织 也从邻国运送大量武器到伊拉克 准备伺机而动 伊拉克安全更是盲刺在背 什叶派逊尼派也各自勇兵自重 战力甚至可以和政府分庭抗礼 种种因素都让伊拉克 又陷入内战的危机 美国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向伊拉克攻城掠地 扶植教派分权的新政府 美军撤出后 伊拉克在政治 教派和民族问题上 仍然无法取得平衡 全力争夺下 政府功能严重弱化 伊拉克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 更对安全局务 由此可见 所谓的伊拉克模式 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化 因此实在没有必要 要叶利亚来学习这种伊拉克模式 接着我们来关心柬埔寨的海马生态问题 海马的生存海域极为宽广 从北纬50度到南纬50度 但是因为过度捕捞和栖息地的迫害 使得海马的数量急速减少 在民间保育团体的呼吁下 柬埔寨一月暑 从2008年开始 规划了海洋保育区 藉此来保护海马的生态环境 海水中海马悠游自在的游泳 看起来相当优雅 在柬埔寨的海域中 原本有相当多海马 最近这几年 数量却急剧减少 当我们发现海马鸡 它并不是很长时间 让我们发现那些地方 都会逃避 我们去到的地方 有30多海马鸡 我们去到两至三天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只有一些山 只有一些山 整个地团都逃避 有线 就像海洋被拆掉 位在柬埔寨西南方的瓜隆岛 已拥有丰富的海马著名 海马是濒临危险的动物 根据柬埔寨海洋生态保育组织的统计 全球五十几个种类的海马 这里就有至少七种 但是现在这片水域 要想看到成群结队的海马 却是南上加南 柬埔寨的保育人士表示 海马数量锐减 过度捕鱼以及棲息地被破坏 是两个主要原因 海马主要棲息地 大多在热带与温暖的海域 而瓜隆岛具有繁殖海马的先天条件 却也因为同样原因 成为海马的致命伤 这里的渔船大多用脱钓网 从海洋底部一网打进各种生物 海马也是受害者 只要脱钓网移动过的区域 很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原来的生态 不过几年前 渔民说一个脱钓网 通常能捕到七十多只海马 而现在一半都捕到 此外海马面临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被当成中药材料而被捕获 而且因为越来越难捕到 身价节节暴涨 几年前一只海马0.7美金 大约20块台币 现在涨了超过三倍 每只卖到两块半美金 大约70多块台币 中国是最主要的市场 估计每年大约2000万只海马 卖到这里 来自英国的保育人士费尔博 自从在瓜龙岛度假之后 就爱上了这里的原始自然美景 以及可爱的海马 决定要投入拯救海马的工作 他在2008年与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合作 组成了一个保育团体 在瓜龙岛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 主要目标是培育海马 费尔博表示 年轻的海马必须在天然的环境下 生长至少半年才有机会存活下去 也因此保护海马的生存环境 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 把附近海域设立了一个捕鱼的范围 只允许当地渔民进去 而且距离岸边较近 海马栖息的近海范围内 禁止使用拖钓网 最近我们开始看到一个稍微增加 我们现在去到区域 然后看到10至15岁渔鱼 而是1至2岁渔鱼 所以保护自己的工作 3 走 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工 有许多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 他们来到这里 一方面帮忙贡献一份心力 一方面也做研究 每天都要潜水两次 去做观察记录 并且有系统地把海马生态区 画图列挡建入电脑 好对海马的生态有更多了解 希望未来海马蓬勃生机重现 让这片海域再度成为海马的天堂 了解了捷卜在海马保育的努力后 我们现在来看看捷卜在的生态旅游 捷卜在政府正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政策 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捷卜在新南方的豆蔻山脉 拥有东南亚最大原始林 还有六十多种平民绝种的动物 2008年国际非营利组织 将保育的观念带给当地的民众 才开始了以生态为主题的旅游 随着船只驶进丛林 这里是柬埔寨新南方的豆蔻山脉 有东南亚最大的原始林 占百分之六柬埔寨国土面积 约有一万名住户 这里也是六十个病营绝种生物的家 像是亚洲象 鲜罗厄 大肠碧原等保育类动物 对于生态学家来说 这里物种多元 拥有许多宝藏 但对从小生长在这片雨林的著名来说 如何填饱肚子 才是最重要的事 其发是个只有两千五百人的村落 像坎尼这样 为求温饱 不惜猎杀保育动物的当地人 不在少数 因为长期生活在贫穷中 又缺乏工作机会 当物之急是设法活下去 居民根本没有保育概念 居民只像一个以前用来猎取动物的陷阱 这种自制圈套 过去满地都是 1990年代 豆蔻山脉因为缺乏公共建设 又不被执政的柬埔寨共产党重视 因此逐渐被边缘化 这地区仿佛与外界隔绝 沉寂数十年 直到2008年10月 国际野生联盟和当地社区共同发起 启发生态旅游计划 开始教育村民全球生态链的观念 给民众一个保护雨林的动机 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 2010年政府也加入保育行列 派遣巡逻车 防止滥捕猎杀和滥罚 各地也矗立警告刊版 这里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茂密的丛林里有绵延不绝的溪流 如果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生态旅游 船是最好的工具 到过启发的游客 一定会被多样的生态物种振折住 启发村落有12间旅馆和9个寄宿家庭提供住宿服务 截至目前为止 来这里进行生态旅行的游客 每年都成1.5倍增加 80%的观光收入直接进入商家口袋 居民有足够的薪水支付日常生活开销 透过推展生态旅游 不但立于全球生物链 旅客也间接改善当地居民生活 这项双赢的计划 让其发的居民不用再为了活下去 牺牲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得以和这一片美丽的环境共存共荣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